大家好 欢迎收看三分钟市评 我是李国庆 内地不怕 日寒怕 港股看实 二十天线 在未讲今天的题目之前 请大家看看恒生指数 全日恒指跌了三百点 收报二万七千三百零八点 成交都继续过千亿的 有一千零二亿 今天港股回落 可以说是 昨天市民都说了预期之内 昨天说跌到二七二到二万七千二 差不多 结果恒指今天 最低是见过二七二六四 一路下跌 最主要的原因 不是因为内地的新型冠状肺炎 或者俗称武汉肺炎 那个人数 确诊人数一路上升 不是这样 事实上内地的情况 有所好转的 根据官方的数字说 现在 确诊人数是少过治愈人数的 即每天的治愈人数 已经是多过确诊人数的了 那如果在医学上高这个 其实都有机会是一个拐点 那我在文章 经济日报文章 其实这两天都有写到 内地的疫情的拐点 已经或者是即将会出现的 那问题是 现在呢 那个疫情呢 有可能扩散了去我们周边国家 那轮到外围那里害怕 那怕是一个国际的公共卫生事件 那这个事件如果真是扩散开去 都挺影响的大的 那现在正在日韩这些地方那里 似乎爆发之中 那所以就搞到外围避险情绪就比较高 那到回头呢 形成一个压力令到港股又下跌 那内地股市它继续放水继续撑住 是吧 暴力救市之后 就是人造牛也好 什么都好 总之是撑住很好 港股在这两股力量之下 夹几日始终都是 近期都是受到外围的影响 那就回落 回落之后呢 你现在看到图中所见 那条是廿天线 廿天线很关键 为什么呢 你看到这几天呢 一路慢慢向下回的时候 每天都是一条廿天线 那条廿天线这样一门 今天曾经跌穿过 不过收市都是接近那个水平 那最怕就是一下跌穿了 如果跌穿了这条廿天线 即是说跌势转急 这样的话大家要小心 如果不是呢 现在都是当一种慢慢 那条廿天线好像一个 托着它慢慢跌 那不是跌跌下又反弹 有两支阴烛 可能有一支阳烛 都没顶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 我认为不是很害怕 那因为刚才说 内地的情况又不是那么差 那所以就两股力量 为什么会出现形成两股力量呢 不是避险就避险 冒险就冒险 之所以出现这样 就是因为钱太多 当钱太多 即是放了很多很多水 美国又放水 内地又放水 欧洲又放水 之后呢 钱太多 有些钱固然走去避险 所以避险资产呢 就升了上去 等着我们会再看 很多避险资产升上去 但是与此同时呢 由于钱太多 都仍有很多钱在冒险之中 或者有些特定的市场 大家知道那些市场 是比较可以吸引资金去冒险的 例如内地 是吧 例如美股都不是很差 so far 因为他们的联储局 都在放水 所以这些市场 都仍是比较好 或者跌得不多 但是另一方面 有些市场是害怕的 好像这个韩国今天跌了 1.5% 那港股今天都跌1% 所以呢 就是大家要分清楚 现在那个资金流向 和不同市场 有不同反应 好了 逐个逐个说 人生指数 现在 维持沉密的看法 27,200到27,000 这些水平 第一级的支持 如果失手的话 就落回去 2月3日低位 这个就是26,145 这个高位 由这个高位 1月20日高位 29,175 跌到26,145 跌了3,030 它刚刚反弹去到这一日 2月17日 如果反弹0.618 即是黄金比率 就是28,010几点 那当日呢 就是升到28,055 稍微高一点点 那么多 所以呢 就是当是0.618的反弹幅度 很相近的 那这些比例上高呢 就是跟着大家 就可以按这些比例 可以去估计一下 但是作为参考好了 不要一定那么认真 那 无论如何 都好 现在都是似乎 慢流向下的 最主要原因就是 刚才说的避险 避险法 避险法 最 情况最严重的 就是 那些钱都放在美债那里 十年期呢 美债息跌到1.400厘 那这个息落 即是价升 价升 就是很多资金涌进去抢 那些美债 是1.400多厘 那也是 这几天我在经济日报文章 都已经登了一幅头 就是倒挂 用三个月的债息 为什么用三个月 和十年期比呢 因为联储局看这个三个月 和十年期 他认为这样倒挂 就是他们最关心的 就是经过经济衰退 所以我们也是跟他们看 三个月和十年期的债息 已经倒挂 大家要小心 那 还有什么情况 是见得到避险情绪高涨呢 就是那个黄金 黄金价格 那 升穿了1611 1610区 就是这一天的高位 1月8日高位 做1610.9 所以刚才说1611 1610.9 那你当它是1611 升穿了之后 它现在升到1634 那就是 那些钱都涌去避险 是吧 那美汇指数 那美汇指数 接近充到100 就是未充得穿 那美汇指数 虽然不充穿 但是 亚洲区的货币 都跌得比较急 因为呢 那个疫情在东北亚区 特別蔓延得紧要嘛 那所以 人民币那些都弱 这个 这个 在岸的人民币 已经跌到7.04 那些资金呢 就是都离开 人民币资产 那对港股都不利 所以今天跌3个百分比 那刚才说到 最跌得多的 韩国 韩国今天跌1.5个百分比 五十天线呢 失守了 下一级支持 有图 就是看那条上升轨 大概是2100区 那2月3日前浪底 亦都是跌穿2800 不是很多的 那天的最低位是2082 但是那天记住 收不是收在2100 收不是收在2100之下 而是收在2100之上 是收2118 所以2100区 这些都是一个重要的支持 上升轨 最低位那天 差不多收市的水平 所以大家看着2100这个支持 不要失了 失了就麻烦 但是不失的话 其实都是一个调整 那同样港股 其实如果下去的话 如果不失26145 就是一个调整 万一失了 就真是麻烦些了 就是疫情 大家觉得 会影响得比较大些 哪怕内地 其实疫情改善之中 到时应该担心 是全球性 或者是区域性的爆发 这个outbreak的话 大家知道 那是很麻烦的 现在怎么控制呢 外面那些地方 起码 现在开始outbreak的话 又要大家看看 14日或者28日 那些情况 所以都要拖一段时间 但是资金 不是完全是死了的 刚才说的 钱太多了 内地又放水 美国又放水 所以有些市场 其实就不是很大问题 例如美国 它也不是爆发得很紧要 昨天跌一跌下去 现在呢 都是2900区 就是一个 道指来说 就是一个近期的支持 你看得到 这一天 裂口上升之后 就一直守着2900区 昨天虽然 轻微跌穿过 最低289 59 就是跌穿过 41点 但是都收回其上 那很简单 如果有一天 收在2900之下 你就算了 擔心了 真的可能不会转淡了 看着这些位置就可以了 如果你说 再简单一点 看着50天线都可以 因为50天线 就是2900之下 那再一级 当然是上升轨 暂时来看 美股仍然是强势 虽然它受到外围的影响 包括美债 债息跌穿了1.5厘 但是 现在对它的影响 似乎都还没有那么大 看看今晚 或者下个星期初 会不会跌穿2900呢 才是 决定到它是否真的会转弱 因为它都放着水 好了 那最劲的 现在的市场 全世界 最劲的市场 当然是内地 内地哪个市场最劲的 当然是内地创业板 那就是风高浪急 那我们不要看创业板 就是在新闻领域指数 都是厉害的 冲到上去 破晒之前 春节之前的高位 整个疫症 好像没有发生过 不得止 就是 还要是升凸 人造牛也好 什么都好 总之现在 就不断冲上去 而且每日成交很大 所以 大家现在的钱 在那裏 继续在炒作 总之 那大家认识的国情 就明白了 为什么会这样 谷上去 就是 希望有一个 信心在那裏 那 深正成分股 是这么瘋 上正就没有那么瘋 但是都已经修复了 春节之前 那个 那个 大型的 这个 下跌列口 现在上海 是3000点以上 那 估计在这些水平 应该没有那么瘋 3100 就是前浪井 应该 都差不多 不过这些 大家知道 内地的 政策史 很难说 我们用技术分析 或者用常人的眼光 去看得准 因为那些政策 就看那个什么 看那个疫情 如果疫情很差 或者经济上很差 它需要托的 需要给你信心 它就托住 是吧 但是这些托住 大家知道 因为很多 机构投资者 不可以沽货 所以这个将来会是怎样呢 将来才算 会不会僵尸很久呢 是吧 因为到时的经济 始终丑虎 终于虚见家勇 是吧 现在大家都还担心 一季度的经济会跌得几惨 现在一个利好的 就是一个憧憬 在这里 就说二季度会好得回 就是一个V型反弹 是不是一定V型 都不知道 可能是U型 是吧 可能没有那么快反弹得起 那样 所以一切都不知道 那我 A股市场 我们保守刑投资者 你都是观望为上 那现在这些市 只能够是什么 进取营 你愿意冒险的 工人胆大的 那些就玩一下 否则的话 暂时都是观望为上 恨指 都仍是有机会 向下跌的 好了 今日分析到此 多谢大家收看 是 对 人 呢 都 用来 看看 什么 能不能 知道 那种 是 什么 有